祥云 地处滇西八地州交通咽喉 素有云南之源 采云之乡的称号 由于境内高山峻岭连绵不断 山谷盆地相间排列 因此冬暖夏凉 冻植物资源丰富 2018年 曾岸东从上海来到祥云挂值副县长 那一年 正是祥云县脱贫攻坚站的关键时期 当时通过调研吧 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引进花卉的龙头标杆企业 来带动祥云的花卉产业发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争振性有效前进 祥云县地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交界处 境内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如何才能结合自然条件 突围而出呢 有一次 曾岸东老师他们来到我们基地来交流 他就提出在分化学悦大的地方 能不能符合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们也反过来来到大理来考察 来了以后呢 一拍即合来到云南 来到我们美丽的大理 虽然在意象上达成了一致 但是双方都知道 脱贫攻坚的产业实践是背水一战 只能成功 容不下失败 经过了五次选址踏刊 四次合作洽谈和三十二次协议文本一稿 终于促成了双方共建生儿花卉产业园区的合作 并得到了上海原颠专项资金的投入 联农筑农也让红花园艺成为国内最大的菊花类花卉产品供应商 生儿花卉产业示范园区自2021年2月开始动工 截至今日共建设完成高标准大盆三百四十余亩 累计种植菊花品种两百五十余个 生儿花卉产业基地采用订单式种植 成熟一批 采摘一批 销售一批 采摘鲜切花的村民们置身花海 享受着鲜花产业带来的福利 在这边工作以后就觉得 因为是在自己家旁边工作 既能兼顾家里 然后又能工作 之前是在外面务工的话 是兼顾不到家里 照顾不到小孩 这方面挺好的 村民们将土地委托给政府建设花卉大棚 不仅有土地流转的收入 还能在家门口务工拿上一份稳定可观的工资 而那些樱花致富的能人大户收获更是多多 厂业园区建成以后 大家就能够实现了一个就近就变的上班 现在的话大致有200人在这里上班 等到厂业园区全面建成以后 这里将有500人在这里就业 政府投资建花卉大棚租给企业 租金收入统筹规划 用于巩固沙龙镇的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 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产业规模 互颠协作加正企合作的贡献模式 让沙龙镇走通了资金变资产 资产变收益的发展道路 我想这一块产业如果有信心做好以后 我们想在云南地区还有更大的发展 如有可能的话 我们通过上海合作交流办 上海和云南的更密切配合 再发展我们更大的产业 带动当地的产业同时 增兴 象征增兴 我认为产业的发展 才是振兴产业的核心 作为我们上海的东西部协作项目 我们要把它打造成高津店的东西 就把它打造我们农文旅 综合的一个花卉基地 以后我们游客可以到基地来 自己采花擦花 还可以学习种花的艺术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不花 沙龙小镇也樱花成名 前来打卡采花 赏花 赏花 石花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最后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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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